Hello Pre-easy 觀眾 大家好 我是Boei 最近大家看過的神作 你們覺得是哪一部呢? 那種震撼到你 啟發到你的電影又是哪一部呢? 對我來說 最近看到令我呆了的電影就叫做《奇異旅合玩救世界》 這部電影未在香港上話之前 就在北美票房大賣 有不少的影評 更加形容它是刷新你對電影理解的一部神作 它的爛翻站在新鮮度有96% IMDB的評分就有8.6分那麼高 在這個期待之下 我就看這部電影 果然是沒有令我失望 我絕對是享受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電影分別由三個部份組成 第一個部份就稱為萬物眾生 Everything 第二個部份稱為碧落王泉 Everywhere 第三個部份就稱為此生此刻 All at once 一些情節有時看起來很無厘頭 不過裡面就包含了哲學 對人生探討 以及一些自我反省的內容 故事的一開始就聚焦在女主角Evelyn身上 我們看到她深受家裡洗衣機生意的稅務壓力 還要為一個一事無盛的丈夫苦惱 與此同時還要面對女兒出軌的問題 也要想盡辦法向這個討厭自己的父親掩蓋女兒的性向 在這個充滿暗湧的壓力下 她與丈夫老爸一起來到稅務局報稅 而其間另一個宇宙的丈夫Alpha Raymond就告訴Evelyn 一個大Boss正在逐漸摧毀多元宇宙 而她正正是拯救這個多元宇宙的救世主 於是故事就由此展開了 電影以美籍華裔的家庭滑盾 和中年危機作為核心大玩多元宇宙這個主題 在女主角體驗到無數宇宙的自己之後 得到某些覺悟和家人釋懷角色得到成長的故事 今次這段影片我會細講一下電影中的設定 細節和劇情的討論 多元宇宙的形成就源於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每個小小的動作都可以造就一個截然不同的自己 我們可以在電影中看到Evelyn成為武打明星 在街邊賣藝宣傳的人 廚師、女博、甚至有香腸手的自己 而獲得另一個宇宙自己的能力 就要進行看起來很荒謬 但互相有關連的動作 與此作為跳板進行宇宙搖 verse jumping 例如Evelyn對著稅務員真誠地示愛的這個動作 我們之後也發現 她在另一個有香腸手的宇宙中正正與對方相愛 另外電影中也有很多爆笑 又令到菊花忍不住要收緊的獲取能力方式 大家去到戲院中就要細美地欣賞一下 電影中的每一個想法都有可能呈現在另一個宇宙中 例如Evelyn報稅的時候 就跟審查員透露自己是歌手、老師等等的職業 以及隨口把迪士尼電影五星級大鼠中的老鼠 換成Raccoon 這些隨機的因素也可能在另一個宇宙成真 Evelyn在年輕的時候 就離家出走與丈夫遠走高飛 當她以為可以在新的地方迎接新的生活之際 最後都是被瑞丹、洗衣服的生意 以及與丈夫之間的矛盾變得失去自我 如果當初沒有離家出走崖世界的話 自己會成為什麼人呢? 在Evelyn嘗試第一次first jumping之後 就發現自己可以活出很多可能性 她亦非常嚮往著那些身份 她更加比Alpha Rayman 應用 如今的Evelyn是活出了一個最差的版本 雖然自己在這個多元宇宙裡是一個最差的版本 但成就如今的她 都是經歷過無數次的選擇、經歷、體驗、得出來的結果 而過程雖然失去了成就夢想的時刻 但一直以來都是有Raymond和女兒陪著自己 或者在另一個宇宙的Evelyn 和Raymond在一開始就分道揚鑣 亦都因為這個決定 她成為了當紅明星 而Raymond亦都作出了一番成就 不過最後 事業友誠的Raymond亦都說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 如果有來勢 她願意和Evelyn一起經營洗衣店的生意 一起報稅 過下簡簡單單的日子 這番話亦都令到Evelyn 找回當初和丈夫一起的初心 電影亦都側面顯示華裔家庭的狀況 講述了身為華裔父母激力地阻止 女兒在自己老爸面前出櫃的一系列矛盾 這個狀況亦都導致母女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遠 即使去到後來 Evelyn在女兒臨走之前 想說關心的話都只是叫女兒去減肥 其實這樣亦都不多不少地展示出 華裔父母大多數都不擅長和子女表達愛意 亦都只會加深兩者之間的誤解 我們都可以從Evelyn和自己老爸的互動之間 看到為何她會對女兒有這樣的壓迫 亦都可以追溯到在Evelyn年輕的時候 就比老爸多番地形容她自己不成才 一定不可以出人頭地等等 而等到自己成為人母的時候 亦都將這種性格、這種教育傳承下去 而這個情節亦都令我想起最近Disney新出的作品 Turning Red 入面的媽媽 同樣地她亦都是來自華裔家庭的媽媽 在年少時承受著父母教育 被要求時事都要做到完美 到後來亦都同樣地 將這種期待、這種教育付諸在自己的女兒身上 到最後被感同深受的女兒得到心靈上的拯救 我自己亦都非常推介這個故事 回到正題 因為兩個人的衝突和矛盾 在另一個宇宙就造就另一個大Boss Jubu Tupaki 這個大Boss就是另一個宇宙的女兒的分身 她正正是被媽媽強制性進行多次的First Jumping 結果變得精神分裂 她變得不再有任何感情和憐憫心 因為她體驗了不同宇宙的生活之後 就發覺這一切都會成為虛無 於是就製造了一個Bagel的黑洞 她希望Everlyne在體會黑洞之後 可以明白到所經歷的一切都不再有意義 這個Bagel也即是黑洞 就是由世間萬物所組成 當中就是有女兒的成績單 寵物等等夾雜在一起 被吸入之後就變成虛無一片 不過她到底是可以令你脫離苦海? 還是逃避現實呢? 我們最後也知道 即使是這個世間好像女兒所說的 體會到無數個宇宙 一切都不重要 一切都會變成虛無 但Everlyne就沒有像女兒一樣消極面對 而是選擇珍惜當下和家人一起的每一個時刻 Everlyne又原本羨慕其他宇宙的自己 到看透一切之後 著眼回眼前所擁有的 回歸到愛與家庭這個主題 電影入面 Raymond的卡通眼睛隨處可見 她就試過把眼睛貼在客人的洗衣袋上 不過這個這麼可愛的舉動 在Everlyne眼中毫無異議 而且覺得Raymond是跟自己在製造麻煩 不過後來她也明白到 其實眼睛是丈夫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奮鬥 嘗試為家增添活力 眼睛的意義其實就是在暗示Everlyne 可以用不一樣的視覺去看待這個世界 這個也是為何Everlyne最後把眼睛貼在自己和其他人身上 以Raymond的丈夫方式去戰鬥 以由濟光給大家見到不一樣的自己 電影入面也有很多精彩的彩蛋 例如是致敬Matrix的一些橋段 還有迪士尼電影五星級大鼠的內容 以及致敬王家衛電影花樣連華等等的橋段 我也非常建議大家可以看導演講解電影的Making of的影片 看看這個只有7人的團隊如何製造出這麼精彩的作品 如果大家發現有什麼精彩的彩蛋和對電影的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